郭文貴議員 一個方法就是不如設一個上訴制度 令到那些真正是用家的話 在兩年之內就突然間真的必須要賣樓去周轉的 有一個上訴機制 部份朋友也提出不如這樣 就叫那些所謂印花稅是要由新買家去支付 賣家不用了 都提出這些相關比較小小的一些建議 或者我們在這方面又看看哪位朋友有興趣的發言 不如教授講講這方面 首先其實我是聽到 在報章上看到有些個案 他說自己是用家 現在就很慘了 因為一推出這些措施 他就撒時間 甚至乎銀行收稅 不知道借不借錢 遇到有這樣的困難 其實我覺得最難接受的一件事 就是他其實有理沒理 你虧錢也好 賺錢也好 你15個巴仙 即6個月之內 如果要變賣的話 你就撒掉15個巴仙 額外的 除了現有引花稅之外 撒掉15個巴仙 加上有機會可能性 19個巴仙 連上 即是 即是 6個月以上 他又剁少些 一年之後又再剁少些 兩年之後就不用 那問題呢 你如果真是一個很有實力的 即是 投資者或者 你叫他炒家 你兩年都是炒的 不要以為不炒的 他都是看那個盈利 那麼他兩年之後 他估出現在賺了很多 他 的那麽多 都可以不用交稅 賺了那些 完全不用交稅 你得稅都不用交的 即是 如果他說 我長線投資 不用交 但是呢 你短線的 假設有一個用家 他真的有需要 移民也好 或者有什麽家庭 有什麽變化也好 他要 要變賣的時間 那麼他又要剁他 那麼其實這件事呢 我認為呢 絕對是違反 香港的基本法第六條 就是保障香港的私有財產 因爲所謂私有財產的產權 是有一個所謂的 bundle of rights 其中一件事 既然產權是我的 我喜歡什麽時候賣 就什麽時候賣呢 怎麽可以 任意 你說六個月之內 我就剁你十五個巴仙 即是六個月以外 我就剁你十個巴仙 之後呢 我剁你五個巴仙 這些呢 是完全很任意 很隨意的 那麽完全是可以 足以影響到香港 作為一個自由經濟 那麽任何的 其實一個transaction的 tax呢 都是影響市場的效益 如果不用這個方法 可以有什麽的方法 可以考慮呢 我認為呢 比較上是可取的一個 就是資產增值稅 或者 其實更加好的 就是我認為是一個 暴利稅 就是譬如你說 每年呢 如果他增值超過十個巴仙 十個巴仙以上的 我叫做暴利的 暴利呢 我可以剁他五成 六成 甚至七成八成都可以的 那麽令到他沒有暴利 那麽兩年之後 三年之後 他計上來 每年都有15% compound 那麽計上來很可觀 那麽他有暴利稅 可以tax的 那麽我覺得那樣東西呢 可以長期都用得的 那麽亦都是比較公平 亦都不會說 侵蝕到別人的資產 好 麻煩你 李永達 同意嗎 教授呢 教授呢 就開一個新的題目 就是資產真益稅 這個香港呢 過去二十年那個預算案呢 都間中人提過 不過就很敏感 即是你現在 熬引花水呢 那個打擊面很小的 我想如果你一年有 十二萬個樓宇賣賣到 我們這一年裏面 我想大概短期去行駛 這個所謂轉售的人呢 是大概兩三萬的 其實大多數都是兩年之後 才再轉售 那麽但如果你用 暴利稅或資產真益稅呢 你的物業 一年兩年有資產增值 兩年後增值呢 都要給稅呢 可能對用家 就會有另一個問題 那麽所以我就 那麽問題呢 不不不 我教授給他 如果他打算自住的 他住了五年 都說我的物業 由開始二百萬變成三百萬 他轉售要upgrade 換樓的 那賺了一百萬 你對他五十萬呢 那麽可能他都不值 因為他住了五年 他不是一個炒家 那麽這個也都辯論過 立法會 因為這個是一個 幾敏感的題目 即是很多人未必同意 反而現在的建議 你都說對那些炒家 這單是很重的 一六個月要抽到十五百分 按價值 即是不易價值 那個增益稅務 但用家呢 你又沒有什麽影響 如果我 我住了一個樓 我住了七年了 我都不理 因為我自住呢 沒有什麽理由 因為這些是至上富貴 對某些人來說 好多人有樓呢 你說增加了十個百分之二十百分 他賣了他 他不能出去蹲街的 那麽對那些 所以長期用樓的人來說 他影響是很低的 你發現這個措施 你說是某些人 因為經濟困難 好像主持華齋 經濟困難 或者他突然間失業 其他的東西 他沒有錢 要變賣物業 怎麽做呢 這我覺得在範圍後 可以討論的 我覺得 上訴機制行不行呢 如果我講回教授 正提過兩個問題 一個就是資產增值稅的問題 當然這個是更加是重弱 不單止是打擊這個炒家 更加是打擊這個用家 所以這個是要很慎重 事實上 教授正在講 如果這次的額外印花稅 都是違反基本法呢 這一點我未必是認同的 原因是額外印花稅 是額外 即是說 本身現在的印花稅 已經有存在的了 只不過是再加 這樣解釋 第二來說 就是說 現在這個額外印花稅 是沒有限制 有人有買賣這個問題 所以對於所謂私有產權 有所剝削 我未必認同 但是這個的 即是用任何藥都好 其實你會看到政府是非常之審慎 即是他不可以是立暖來 即是你無論你擺在哪一處都好 對買家或者對賣家一方 都可能觸動是很大很大 也都不一定只是擁有留意的人 對整個香港的經濟都會造成一些影響 所以我自己觀察到 就是說過往的一年 政府可能都出了幾次招 即是一次、兩次、三次、四次 都是這樣說 但是市民覺得 喂 你都不太行 都不太行 所以這次來講 如果用招比較重的藥 如果你是再拿招比較更重的藥 我覺得一定要很審慎去考慮才行 好啊,華先生 好啊 我想我可以計兩條數 一個就是 我覺得對一班買家很不公平的 我季節公佈前兩個星期 做了藥藥的買家 因為他公佈了 就說第二十號開始 就以正式合約去計 是,十九號公佈二十號 沒錯,正式合約去計 即是說這個所謂納稅的範圍 那用正式合約去計 就跟以前過往用藥藥去計 是相反 就是過往計 這個引花稅用藥藥去計 那有什麼傷害呢 就是說 因為用正式合約去計 所以變成 做二十號之前 兩個星期做了藥藥的 是趕不及 是很大機會趕不及做到正式合約 即是說 二十號之前 兩個星期做藥藥的 就會在二十號或者之後做正式合約 那這班人完全是無謀之災 因為他們沒有預算這個風險 所以要拍頂的情況 是的,沒錯 所以我覺得這班人 我們應該要留意 立法會 就應該要怎樣幫助這班人 另外我也想計算 就是給個數字參考 就是如果我們開始了法例之後 我們現在正在走 那些人入市當然是審慎 但如果他審慎了之後 仍然可能要半年內賣樓 可能他真的出現一個很大的困難 是需要賣樓 但是如果現在 假設在星期一買樓 那現在樓價有部分 最多的那些是跌了15% 那如果還要半年內賣樓 再抽15%的稅 就可能等於 給三成首期 total loss 那那個risk 即是說 現在開始買樓的risk 在半年內是 total loss 那就是說 那個風險比外上中大 你是否贊成了一個 所謂豁免的情況 我覺得是要給太平衡 如果你叫我做判斷 我真的沒有辦法判斷 你就炒家還是賣家 除非你真的 突然間家裡明婚 就是很明明白白 有一個人 就是breadwinner不在了 找不到食 這樣的情況之外 但是 單單去很惡搞的 會不會有這樣的情況 當然做法例的時候 我們當然可以討論這件事情 不過你說有些 例子說我買了一個店 再買一個物業 就是當作營運周轉 這樣做商業的行為 就難豁免的 但是有人提到 單元你那個 就是那個 主要賺錢的人 即大家試說他 他即是過身那怎麼辦呢 那他要 一筆錢去周轉 那當然我想 火局他講的問題 最麻煩就是 你將條線去壞哪裏呢 那當然現在稅務條例裏面 有個別的稅務 是有上訴委員會的 那麼多人立法會 當然是拿了所有那些 那些委員會上訴的情況 是用什麼情況 那我想 我相信 火局都不是想著 那些真正用家 都想是打擊的 那麼問題就是 當你做的時候 怎樣的清楚界定 還有那樣東西 是不是值得我們 考慮呢 那樣我相信立法會的同事 就會 全部意見都會 使個開放態度去看的 你們會不會主動提出這樣的修訂 我知道有同事向我們提出 那麼我們在範圍 我覺得一定會談的 是 劉金華 同事 同事討論 不過我們會考慮到 有一些問題的 譬如說這條線點劃法 還有就是 如果你這次你虧了錢 或者你供不起樓 那你就有個上訴機制 有一些是豁免它 那將來如果再有其他的措施 又是不是這樣做法呢 又或者過往有一些政府的措施 是提出的 包括了譬如說 是 多一點的供應 土地供應 可能對樓市都會有影響的 那是否要有一個豁免的機制呢 那這樣 所以始終來講 這個所謂買賣的樓宇 始終它是一個個人的判斷 是吧 但是政府是 做這個措施呢 是一個整體社會公眾利益 這個作為一個大事 但我想提一提一件事 就是 我們不能夠說 這件事呢 對大多數人都沒有一個害處 因為大多數人 他買了之後 他都長住 譬如我買一間樓 我住了十多年 根本對我來說 是完全沒有影響的 但是 這件事不可以這樣看的 這件事呢 我又是從社會公義的角度去看 我們就是 即使在一百個人裏面 我們這麼粗糟糕了兩個人 令到他很慘很慘 即是 我們是要照顧這兩個 雖然少 但是呢 是完全不公義的嘛 即是如果他在這樣的環境之下 無端白視野來無妄之災 這個是很淒涼的 好 謝謝四位台上講者 我們先一會先 回來呢 我再看看 說 OK 樓市如果在普通壓住 那些資金會去哪裏呢 第二個危險區在哪裏呢 我們再深入分析